观众朋友您好 我是白心仪 欢迎收看台湾一切的一个故事 今天节目一开始 我们告诉你一个充满爱和希望的故事 一个台北的女生 驾到台东的泰玛里部落 虽然一开始有许多的不适应 她也渐渐体会到部落的单纯美好 并且观察到部落里 不管是结婚喜庆 逢年纪还是表达情感 族人都会吃一种馅料丰富的小米粽 这个排湾族媳妇看到了商机 决定把好吃的原住民粽子推广出去 并且找来婆婆妈妈们一起制作 特殊的好味道 很快地吸引了五星级饭店和便利商店洽谈合作 不但改善了部落的经济 也增加了妇女们的工作机会 而这些都是当初嫁来台东 想都没想过的光明愿景 我觉得很特别 我一直以为它跟粽子很像 可是不一样的口感 很好吃 高雄就一般的粽子而已 没看过 装满了沉淀后的充电火力 旅人们踏上回程 重新出发的步伐总是轻快 上火车之前恋恋不舍得 除了台东的大山大海 还有在地的念念滋味 清炒茶跟鲜炒茶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小米粽也很好吃 台东火车站前的饮食小铺 吃的喝的可以带上车的不少 其中最特别的是原住民的 外地访客没听过的 其实是原住民的传统米食 蒸熟的绿叶打开 米香或者猪肉咸香四溢 是有别于一般粽子的意趣原味 它是里面是没有油的 对啊 就是本身猪肉的油脂 对啊 都不加就是其他的油这样 好吃还不错 几乎就只有台东都会有这个 阿拜不止台东有 还在这里滋养了千百年的部落子民 是排湾族和卢凯族传统饮食的一部分 住在迦兰部落的排湾媳妇 卢凯族伏乱 拿手绝活就是做阿拜 排湾就是阿拜 卢凯族就是阿拜 我听起来都一样啊 不要阿拜 阿拜跟阿拜不一样 不管是阿拜或是阿拜 以前都是勇士上山打猎时 家人为他准备的随身御饭团 甲酸姜叶是常见的野菜 高纤维又有丰富叶绿素 帮助消化 用来包食物可以延长保存时间 是古早时代的天然保鲜膜 猪肉就不用腌啊 他们就直接盐巴汇荷 然后就可以包了 那现在当然是因为需求 当然我们以前的传统阿拜都比较肥 那现在比例都有调好 因为要大增化口味嘛 那就是一些有葱酥啊 盐巴这样 其实我们家的阿拜没有加太多 太多那个调味料 其实这个 我吃起来很好吃耶 因为里面有爱啊 所以那个米上会做一些变化 像这个就是芋头粉 也可以包芋头 对对对啊 芋头还有什么 芋头还有什么 芋头还可以包什么 红梨 对红梨 高粱的 红梨 芋头 糯米也有 对 想吃什么就包什么 对对对 芋头的意思就是就是包 随便包啊 有什么就包什么这样 我蒸什么 小米 南瓜加上腌制过的猪肉 食材简简单单 包进甲酸姜叶 再绑上月桃叶 水煮或蒸熟之后 清香渗入食材内里 甲酸姜叶连同小米饭一口咬下 美妙原味就这么成为原香的经典美味 这个叶子它的叶香 会传递到米里面跟肉 所以其实在吃的时候你会发现 你以为你在吃海苔 可是其实不是 它是真正的树叶 然后那时候觉得吃这个树叶 一般吃粽子你会很容易脏气 然后因为这个叶子 它是固肠胃助消化 所以其实我们吃完粽子 都不会有负担 阿白其实是部落的人在传递一种 因为我待会要招待一个尊贵的客人 我必须很用力地去捣小米 那阿白是撞生子 它是形容说 阿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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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用力 然后我赶快要准备这个礼物给你 用心的礼物 不只是婚礼或丰年祭时 热情地迎宾饮宴 在服务当小姐的含蓄年代 也是表达爱慕的具象传情心意 比如说你就跟家说我喜欢这个人 然后你会叫你的那个朋友们说一起来 这样 然后如果是你到我家里留了的时候 我的妈妈他们会去叫我的朋友来 可是我们不知道是哪一个是我们的男朋友 然后往上的时候就会来到我家里 这样子说我们才知道是他在追我们 包了一辈子的阿白 五步驾轻就熟 堪称是部落文化的活字典 不少一起工作的年轻部落妈妈 都算是她的学生 下一代不会做的时候 那我们死掉的时候谁要做 今天的家庭手工团 全都是排湾媳妇 比较特别的是王真一 台北嫁来部落的百浪汉人 当初看到这原住民粽子一吃惊艳 有行销企划概念的头脑转了一下 觉得这东西好吃又有趣 应该会有市场 我的老师是公公婆婆没错 他们今天没有来 因为他们还在忙 还是害羞上扶上扶 都有啦 老公去出差了 所以不用不是躲我们喔 没有啊 这个会露咬 婚后搬到先生的原乡 王真一爱屋吉乌 也喜欢上族人的直率淳朴 娶了族名达巴赖 努力融入部落生活 看到山上工作机会不多 妇女们只能种些作物 打打零工 经济条件普遍不如人意 生活连带少了些光彩 达巴赖一直想为部落做些什么 于是成立部落厨房 号召亲戚邻居一起来做阿败 他负责把部落妈妈们的手艺 卖出去 要让部落之外 也知道这原味十足的传统美食 这个要卖给谁 还有你是要卖几颗给人家 这个就是我们平常部落在吃 你要怎么样推去别人那里 这就这么简单 这就不是什么高级货 不看好啊 大家都在等着 什么时候会回来部落做点不一样 做点正常的事 不要想这些有的没的 哎呀 你是要试 总是要试啊 对不对 但是你心里 可是我很高兴 他没有这个想法的时候 就很高兴 心里很高兴啊 先生的舅妈Vuvu 当时是少数几个看好他的长辈 达巴赖也没让老人家失望 他和先生到处推销 带着阿败情袍展授会 好东西果然有人懂得欣赏 遇上外籍大厨赏识 签下合约 让来自后山的原位 端上台北五星级饭店的餐桌 尤其是都兰的国外客冲浪客 其实他们都非常喜欢 就来到台东就觉得 一定要吃到阿败 就觉得哇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因为它是小米 所以我们就会说 它是小米做的粽子 那因为它里面的叶子可以吃 所以我们都会跟客人说 我们家的粽子是全台湾 唯一连叶子都能吃的粽子 发现外国人特别喜欢 达巴赖也参加国外食品展 纯正台湾味 一举打进新加坡和香港超市 最后回头吸引国内的便利商店龙头 上门谈合作 在端午节打响原住民粽子的名号 把山林孕育的饮食文化 推广到部落之外 开心的不只是达巴赖 部落妈妈们也从工作中 获得满满的成就感 和改善生活的基础泉源 自己是很多事情是可以做的 不是就是因为结婚了 就待在家里就 我的人生就这样子了 要学更多东西 对啊 你看一个小小的阿败 这个根本就是 对部落来讲这没什么啊 人家都说你做这干嘛 可是我们真的进百货公司啦 我们真的进7000啦 希望把部落的女性拉出来 大家一起做一件事情 不用担心说你今天捅完落神 你明天没有工作做不会 这是我们能给员工的保证 所以他们就可以很放心地在这边 那孩子看到他们这样子改变 其实孩子就会发现 我的妈妈开始不一样了 我的妈妈开始可以每个月有薪水 可以帮我买文具 帮我买参考书 而不再只是 不够钱 或者是我该去哪里找钱 工作量大增 部落厨房也从几个人的规模 发展成小型的食品工厂 做得更卫生精致化 吸引更多部落妇女 加入这彼此扶持的大家庭 若是有哪一个人落了队 我们可以想办法用我们的 今天把团队能够来帮助他 能够起来让他一起在这个工作上面 得到一个成就感 能够彼此的扶持 其实我觉得对他们的帮助 对这个每一个的家庭的帮助 是很大的 这样 真的 真的可以吃 他吃起来像巴勒叶的味道 你可以试试看 真的可以吃啊 可以 你直接吃 不会落晒 不会不会 可以得 很特别 你是要吞下去的时候觉得很好吃 真的有个巴勒的味道 对 要吞下去的时候 吞咽下去 咀嚼的时候没味道 吞咽的时候 你才会感受到巴勒的味道 我妈看到这个画面 都说什么你在吃什么 所以我说我们人家树叶 是真的可以吃的 达巴勒和先生以及族人 还投入甲酸姜叶的富裕栽种 让原本长在野外 没有商业价值 越来越少年轻人认识的天然保鲜膜 因为市场需求 而成为一项新兴的赚钱农业 退休的 退休 比如说警察退休 公务人也退休 或是说我们讲 他可能不想外面走 可是他们很了解这个职务 他们现在也跟我们合作在种植 达巴勒把做阿贝的妈妈们 称为霹雳娇蛙 金刚战士则是栽种甲酸姜叶的 退休新农夫 希望阿贝发展出来的产业模式 能够带给原住民部落 更多灵感 和在故乡安居乐业的新奇迹 每年丰年纪之前 像这样围在一起包阿贝的互助与分享 能代代相传 一片叶子撑起一个部落 因为过往的原住民产业 都是小米 洛神 红梨 树豆 但是如果今天我们可以用甲酸姜叶 开发起另外一个产业的形式跟模组 也许它就能够养活一整个部落的人 对 他说对 不不说对 没有想到 这个班人那么聪明那么厉害 最在地也最全球 一片甲酸姜叶包覆传统气味 标示原住民的文化身份 达巴赖期许自己像是戏绳 绑住小米和甲酸姜叶 将传统的生活智慧 和现代的部落生活 紧紧结合产出美好 从阿贝延伸 发扬祖林的遗产 滋养后代子孙 要说服别人新的事物 新的想法 往往需要很多的时间 以及很大的毅力 这个台北营造业的老板 满怀理想跑到南投仁爱乡 2000公尺的奇莱山区 种高山茶 一开始他告诉别人 奇莱山有产茶 大家都不相信 泡茶请人家喝 顾客还当着他的面 把茶倒掉 但是他没有灰心 因为他相信 奇莱山的乌龙茶 气味真的很不一样 值得用心栽种 用心推广 经过了十年的革命 现在终于获得了 消费者的认同 并且赢得南投高山茶王的封号 东茶开采了 阿嬷阿姨们手刀轻快 起落间满山清香 阿嬷阿姨们手刀轻快 那有很漂亮 有啊 一里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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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要搬好清晰 有哦 我都冰在火 你冰在火 人也冰在火 人没有 人 别再搞事 别再搞事 沒關係 这次电视台给你讨问 回去可以再上车 不要 沒關係 用这么轻 两千公尺的茶园 一室空静 阳光美好 是齐来山南风最高海拔的可开肯区 齐来山有茶 在晃年花了好些年 才说懂顾客 他们会问我们说这是哪里的茶 然后我们说是齐来山的茶 他们当时 齐来山哪有茶 就把茶这样泼掉了 十二年了 打这个茶真的 打这个齐来山的茶区 非常非常的困难 很大 里面很多艰辛啊 因为别人不了解 这个产区的茶 第一个 它靠近旁边这个岩石林旁边 第二个 它这都是沙粒土 所以它 然后昼夜温差非常的大 所以它产出来的茶特别的感觉会特别的浑厚好喝 制造短气温低温差大成就齐来山茶独特的冷香 甘醇的茶味更叫人迷恋 所以十多年前 蔡旷年从板桥来到南投仁爱乡的都达部落 买了十六公顷的茶园 亲朋好友都说他是被迷了心窍 入山之前他做过营造 种过番茄可就没碰过茶 既然自己找茶 让它归零从头学起 摸索多年也成了专家 一般茶都是采一心两叶 但是现在我们采茶 因为这个山上的茶质非常好 我们往往都是采到一心三叶 对 像这个是采这样是最标准的 我们原子从来都不用除草剂的 我们都是用人工 用除草剂 然后下去采 下去割草这样子 都是不用除草剂的 吃一生一 好 加油 绿芽采摘下来不能耽搁 立刻送进茶厂利用日光尾雕 让茶青走水 大约一个小时后 在一路室内 在有温湿度控制的空调环境下 有第二阶段的尾雕作业 还得不时翻动搅拌 避免过度消水 再来到一路产生一样的东西 就像这一路产生一样的东西 干什么 对 好 然后 好 经过充分的曝晒与发酵 凌晨一点 慢炒细培的制茶工序 才真正开场 三十年资历的老师傅 手伸进三百多度的高温炒炉 这是成败的关键 师傅 你有时候要用手伸进去感觉 对 都不戴手套还是什么 不可以戴手套 不可以戴手套 对 还没有手感 这个几度啊 这个320 所以你手只要不小心就烫到了 310 继续就在最后面烫了 这个熟度 我们要查到什么香度 现在1点多了 你要到6点 时间不一定 但是我们那个查前 查到几点就几点了 这样爱捆怎麼辦 不可以睡觉 这是责任问题 一整夜 茶厂屋内灯火通明 屋外暗向浮动 浪清 炒清 揉碾 烘干 挤压 解块 覆潮 团柔 凡凡索索的步骤 48个小时不能间断 一边置茶 还得一边试茶 测试它的品质 来决定下次我们要定的温度 跟它走的速度 所以每一次都要做测试 所以你是不是有这么讲究 对 因为这个没有办法用机器取代 这只能用师傅的经验 用他的嘴巴 用他的嘴巴 来决定下一次的参数了 这味道是什么 不可以让它有火味 火味啊 不能过头 不能过头 过头会有火味 它的新鲜度会不见 所以你今天喝多少茶 一天喝 喝 喝手茶 上头 不会有睡不着的问题 我也不会 回想第一年采茶 在偏远的非主流茶区 找不到制茶师傅 仅有的几家茶厂 也排不到好日期 实在孤立无援 蔡董展现大老板的霸气 茶厂干脆自己盖 而且要盖就盖服心急了 心中叫辣家政 而且这个我们刚开始种的时候 那时候不知道茶要怎么做 然后种下去的时候 要有茶厂 对 因为茶笼真的 他们自己没有茶厂的关系 又要受制于採茶工 又要受制于茶厂 变成要做好茶 这个都要配合得很好 我们是一条龙的作业 就是从开始种植 那田园的管理 加上我们自己的团队下去制作 我们自己出来卖 所以我们从头到尾都是 我们自己做的 我们不去买别人的茶叶 因为我们自己管理 我们自己对自己才有信心 高山茶区容易出现伤害 蔡老板不惜赤字千万 在茶山加装防霜风扇 只要温度低于四度 风扇就會自动启动 把茶院上方六公尺的暖空气 导入下层防止叶面结霜 春茶三四月那时候 那时候如果有结霜的时候 刚好冒芽 冒出来的芽如果结到霜的话 那就惨了 那刚好我们引进日本这个 橱霜风扇来 对我们非常有帮助这样 高科技不仅应用在霜害 这台医疗等级的农药残留检验机器 也有自主管理的坚持 我们使用的时机是在 采益还在查处上 我们预计采摘的前两天 我们会先采摘下来 做农药残留测试 如果它不符合标准 我们就不采摘了 我们现在列印出来检测结果 是0.7% 那它的合格标准是 34.5%以下 就合格了 所以它的残留量 是非常非常的低 我们就可以采这个茶青了 齐来山真的有茶 这句话在晃年 花了好多年印证 现在不但被封为 南投的高山茶王 还成功取得清真认证 计划未来进军中东 扩大台湾高山乌龙茶的 国际市场 挑战很多 但是这个2000公尺的梦想 值得远大 台南一家葱油饼摊 原本生意平平 第二代老板接手之后 他认证观察分析顾客群 并且发现到 小摊子的主力客群 都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 老年人的牙口几乎都不好 传统的饼皮可能吃起来 会比较吃力 所以他开始改用口感比较软 适合老人家食用的面粉 结果符合口味价格便宜的策略 一举奏效翻转了业绩 每天下午一开张 就涌现了大批的排队人潮 露天KTV 歌声热情无据 豪迈奔放在庙城之上 台南湾里的马正宫 马府千岁祖心力 在地乡亲踊跃大方献上才艺 答谢神明互相爱你的庇佑 正殿台阶前搭起了解义棚架 分食贡品也分享平安祝福 要辣吗 两个不要这样 来庙会走动的 不只善男性女阿公阿嬷 当然少不了摊伤 这文质就是在里长的吆喝之下 今天特地转移阵地到老人 不敢走路 我们这个都跟时间赛跑 反正你就一直煎就对了 上厕所也没时间 吃点心的 这边的习惯 庙会的临时看位前大排长龙 其中很多都是曾文志平常的熟客 众人引颈期盼的 是锅里一张张煎得焦酥香软的葱油饼 鸡蛋九层塔 再盖上刚刚擀好的面皮 15秒一张合体成为在地人下午时刻 补充体力和活力的最爱 它那个饼皮很Q 然后价格我觉得很亲民 天天满 它好吃 它的面粉跟人家不一样 吃起来就是不一样 我就是听取客连的建议 说它加九层塔应该很提味 我就加看看 猪油就提到那个饼皮的香味 酸辣油也是可以 像香度还不够 稀松平常的小吃品项 因为努力迎合客人的小细节 加上超乎多数人想象的实惠价格 在小镇累积了不少老少死忠粉丝 像这样的排队人龙 已经是曾文志习惯的生意日常 每天摆摊不到两小时 事先准备的500张就完销清货 来去像是一阵风 你要不要这样 这个湾里菜市场旁边 看客人买的速度 没力了 一样葱油饼只卖两小时 人前看起来轻轻松松 麻烦是总在看不到的背后 面粉打完光是醒面就要一小时 化妆为零之后还要再睡两小时 也因此下午两点出摊 往前回推 早上九点前就得进入工作模式 空档时间我们也要休息一下 面粉也要休息一下 对啊对啊 你如果再拖下去 时间很长处了 中筋面粉打成面团 每天要观测气温和湿度 控制水量增减 即便做了二十年也得战战兢兢 看老天爷的脸色工作 平凡的面粉加入不是秘方的秘诀 打饼皮少有人这么做 曾文志就是愿意试试各方前辈给的意见 他说果然有差 也不藏私愿意公开给别人参考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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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那个那个香毒 那吃起来 有等日到不等日吃起来 差很多啦 放猪油下去 面皮就会有的猪油香 自家客厅兼工作室的另一头 老板娘吳玉珍像是做家庭代工一样 坐在神明桌前 面着新鲜的九层塔 空气中尽是洗脑的罗乐清香 你看那个笋 有没有 那个滋意 那个笋 有沒有 有的人他不喜歡這個味道 有的人很喜歡 他說他多加一些 他是不加價的 第一次醒麵的同時 曾文治的手一樣挺不下來 白綠分明的蔥 還得要手刀伺候 三分之一蔥白 綠色的就兩分 看季節 我們台南有就台南 台南買 鮮就好了 那就每天買 機器不是比較輕鬆 比較快嘛 你怎麼會不用那麼累 他說他今天要用手切 有比較好吃嗎 還好啦 你真的要做啊 從年輕時就練舊的刀工 即便太太心疼他 買了切蔥機器 想要減輕先生的工作量 曾文治比較之後說 手刀切蔥更有俐落的口感 即便沒多少人真的吃得出來 他堅持為了自己感覺得到的小差異 但扛下大部分的工作 讓父親仍有成就來源 不應年脈而覺得老而無用 我腰也痛了啦 搬臥搬到腰也痛了啦 對... 送到腰痛 曾文治要回家當孝子 但做家庭主婦習慣的太太 就得重新學習 內外兼顧的兩頭燒生活 在外面要曬太陽 就是有猶豫這樣子 有考慮 你... 之後想想好吧 就跟著一起聊 其實好吧 當初也辛苦 好吧 他要聊就一起聊好了 對... 就這樣 這個假機隨機 對... 就這樣 你就放火自己去做就好了 好... 他自己就做不來啊 回家工作後 曾文治發現父親的生意 跟其他的小吃攤商相比 有不小的落差 老人家打發時間 賺零用錢可以 要維持一家子的生活開銷 幾乎是個不可能的任務 一度想要放棄 我說我們總是要 呼三餐把人家生活吧 要養小孩吧 他請教客人 和市場的攤商討論 發現灣裡地方的主力客 其實是上了年紀的中老年族群 父親的蔥油餅 對他們來說 稍嫌偏硬 韌性也高 於是曾文治 適用各家品牌麵粉 最後找出適合老人家 牙口的偏軟口感 老闆 你這個太軟了 你這個太軟了 你這樣太軟了 有一些老人 他吃軟也不吃硬 我會去吸收客人的一些意見 我要改的話 也是要去嘗試客人的反應度 一般人印象中 路邊攤的水財能省則省 曾文治反其道而行 要跟餐廳館子用得一樣 才能跟人家比拚 工作都辭了 一家子就寄望著蔥油餅 雖然是路邊攤 也絕不能隨便玩玩 燒的三百八 有啊 有啊 也是有人在營 也是可以做也可以吃啊 我就不要 不可以馬虎 雖然是十眼二十眼 聽取意見抓到適合的麵粉 包進比別人多的蔥花 加上免費的九層塔 平凡的蔥油餅 硬是讓曾文治抓住在地人的脾胃 曾文治做出嘴裡的驚奇 加上薄利多銷的策略 在故鄉賺錢細水長流 沒有行銷概念和花費 路邊小攤子就為了生存 努力精進 做成了許多美食部落客 都推薦的地方小食 未來曾文治計畫 開間小店面 不必再風吹日曬雨淋 以讓產量能穩定成長 長遠目標能做冷凍宅配 讓韜客也能在家解餐 客人能夠接受啊 我都越做越有興趣啊 事務大小用心做 鄉下路邊攤也能頭頂火熱的 一方田地 接下來的這個苗栗小麵攤 則靠著油蔥酥這一味 熱賣超過五十年 第二代老闆還把這碗麵 取名為茴香麵 因為當初就是這個麵攤 讓他找回曾經年少青狂 迷途的兒子 對 一天要炸一波 為什麼一定要炸這個 他沒有賣麵 這是賣麵的算是主要的啦 紅豆花 像他們那一角 就被一走到這個市場旁邊 一聞到這種味道 好像沒進來吃好像不行 好像被這種味道給吸引進來了 這個味道 窗外蚯蚓濃 來上一碗熱騰騰的麵湯 再暖心不過 讓我想到我媽媽那個時候 他的湯頭真的是 就是我從他媽媽吃到現在 吃到心坎裡的味道 就是黃媽媽總會在料理裡 加上一勺炸得脆口的油蔥酥 我到各家的時候我就想吃這個 我覺得平常說哪一家做的好不好吃 先給他評估一下 好不好吃下次就 不好吃下次不用來 笑得何不容嘴 這味肯定有達到標準 清晨六點營業 市場裡的麵攤是許多南莊當地人的早餐 不用等到中午 一大早就有熟面孔登山客報到 要等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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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到一分吧 一吃到二十分吧 可以嗎 可以嗎 等再久客人都願意 一鍋子的勾勾湯一下就見底 各式國民小菜跟著切個不停 你做乾淨下去就給我了 好 OK 油湯生意忙又累 請不到員工 年輕的黃子民只好一人分飾好幾角 勿求最短時間將舌尖美味送達嘴邊 就是在市場裡面吃麵的那種感覺 就好像就是一個很大的家庭那種 很溫暖的感覺 有比媽媽煮得好吃嗎 有啊 有啊 媽媽煮會煮 勾勾麵是麵攤招牌 已經在小山城飄香超過五十個年頭 糖底勾芡 主角是肉根 總是現煮現賣 黃媽媽瘦歸瘦 可氣力速度比年輕人還要快 這動作比較好快喔 我習慣 做習慣了 勾勾 勾勾 那是客家話還是什麼 對 魚肉 豬肉 下去打的 它屬於魚比較多吧 肉比較少 也就是叫肉根 筍絲 紅蘿蔔 木耳 有些客人講說 為什麼你講肉根都沒有看到 拌快點肉 也曾被罵過耶 會啊 可是它的肉是夾在裡面攪拌的這樣子 一度受到委屈的麵 客人越吃越習慣 慢慢的罵聲 變成了稀稀素素的吃麵聲 勾上芡粉 台語念勾勾 才出現勾勾麵這有趣稱號 不過到了黃媽這一代 發現這一碗麵 很是讓油脂燒呢 所以又把它取名茴香麵 很多從這邊去外面攪拌的人 他們回頭想說 回來南庄沒吃一碗麵 好像不像回南庄的樣子 所以好像 想吃這樣古早味的味道 勾勾麵也好 浮雲油脂的回鄉麵也罷 都是婆婆 英姊 當年為了養家 才開始在路邊做起生意 因為婆婆那時候 一個老人家要養四個小孩子 單親嘛 後來媽媽就想說 來賣個麵 她自己去弄 怎麼做勾勾比較好吃 四婆婆她自己想說 要怎麼去養活一個家庭這樣子 所以她才出來賣麵這樣子 那時候一碗麵 從三塊錢賣到現在 入冬 山裡寒氣逼人 喝碗羹湯 身子馬上暖和 客家飯桌上的家常味 受到熱烈迴響 生意搶搶棍 一張桌變成好幾張 婆婆手把手的 把廚藝傳給媳婦 黃媽媽不敢懈怠 每天天還沒亮 就起爐火 炸豬油 做起客家魂 油蔥酥 這鍋有很重要嗎 很重要 很銀河 銀河沒有給它炸香 那一碗麵覺得好像 就好像那一碗麵沒有香味 你們家哪些料理需要加這些 炒麵 還有勾勾麵 就是肉羹麵 湯麵 乾麵 都需要這樣 油蔥酥 二十斤豬油 十五斤紅蔥頭 大火煸出天然的台灣味 徐徐清風總把它帶著跑 是領著麵攤走過半世紀的大功臣 專門來賣這個 像網路上不是賣東西嗎 還有我的辣椒 誰準備靠這兩位來賺錢 本來是想說 我還有另外一個兒子 改天行銷的 看要怎麼去慢慢發展 叔是要靠油蔥酥和辣椒來賺錢 但其實捨不得停掉這攤子 因為兒子放大了好幾年 這兩年好不容易想通了 傳心待在店裡 前面是念餐飲的 怎麼念沒有畢業 不怪 很不怪 太晚了 都不回家 對 然後又變得很愛喝酒 現在比較有責任 比較有 對 比較有責任 因為家人有跟我講說 如果我不做這個的話 這間店就沒有了 所以你才認真的思考了 對 就爸爸也常常講說 坐一天和尚 敲一天鐘 你做什麼就要向神 你做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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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它太累 有啦 前幾年有想啦 可是現在已經25歲了 念下去那麼老了 再幾年就要接棒了 和酒肉朋友說拜拜 工作不再落跑 生活變得規律 清晨六點 黃子民就來市場包到 一做定 就把一天的餛飩量給包好 不多做放冷凍 因為他跟媽媽一樣 講究食的鮮度 以前料都是媽媽在挑 後面換我再挑這樣子 餛飩做 其實喜歡吃湯的 對 因為我比較喜歡喝湯 比較喜歡我們家裡的湯 跟湯這樣子 因為從早煮到晚 有很多大股肉 你的生意比較好 還他的生意比較好 要怎麼講 因為以前比較都是 做那個煤礦的 現在都外客比較多 所以我現在的生意還不錯啦 因為有認真在做 客人滿座 給了認真最好的肯定 忙雖忙 嘴上說的淚 其實心裡很欣慰 兒子想通 成了最得力助手 婆婆的手藝不擔心失傳 這碗勾勾麵 把油子勾回鄉 也讓自個兒孩子迷途知返 台中警犬隊成軍兩年 雖然很少都外曝光 但是許多大型活動 不管是氣毒還是防暴 都有他們執勤為安的身影 但是隊上的警犬 還有隊長長相實在太猛了 每次出勤 專業度都會被質疑 現在我們就帶您直擊 警犬隊魔鬼訓練的第一現場 我們今天執行的是 就是棒球場的 場檢為安的部分 會用氣毒犬 然後來看有沒有人 就攜帶毒品進場 然後真爆犬 就是問有沒有人 在現場放置就是爆藥 或爆炸物的部分這樣子 每場大型活動的維安工作 都有默默守護的無名英雄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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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封為全台最萌的小型氣毒犬 JJ 每次出勤都有亮眼表現 走 JJ是我們最小隻的一隻氣毒犬 然後它是捷克羅素梗犬 一般而言 它跟我們另外一隻 Choco-米格魯 都是在進行車內搜索用的 因為它們的體型比較小 所以一般車子裡面有很多夾層 夾縫或是氣縫的話 它們有生形的優勢 然後可以幫我們搜索 它的鼻子的非常敏銳的嗅覺 可以幫圓井 就是縮小它的縮手範圍 然後明顯的盯住 它所聞到的氣味 然後去告訴它林泉源 這個地方可能有東西這樣 它現在找到了 它現在找到了 因為通常毒販很容易在車內的 夾乘的地方 嘗膩毒品 果然有一個海洛櫻的簡體 成軍到現在已經有 氣貨過七八件這種毒品案 大宗的毒品案可能有大麻 然後安培它們有海洛櫻 這些比較多元的話 我們在訓練的時候 就要不停的建立新的味道 然後讓氣毒犬去秀吻 G姐這麼小隻帶出去 會不會很沒對付力 大部分通常都會被人家問說 因為牠長得比較可愛一點 所以都會被人家問說 牠是不是寵物狗 真的可以用自己的工作嗎 對 那我們就是靠實力去說服 不要懷疑 對 讓嫌犯卸下心房的 最猛的衛妝犬 除了氣毒 侦暴 防衛 協助攻堅 也難不倒這一群戰士 解放車輛 麻煩你下車受箭 從走過頭 放車上 要過來 走開 從沒有都走開 走空 走開 炭治你 走開 走開 不要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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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軍短短兩年 已是全功能的警犬隊 這樣的成績 來自嚴格的訓練 這些都是為了知識警犬 來做的一些體能訓練的 訓練的設備 包括後面的 這個平衡幕然後高材 都是模擬他之前出去搜索 可能會遇到會搖晃的環境 或是船上 或是比較高的地方 他可能要爬樓梯 那這些平常的體能訓練 就是讓他習慣這些環境 然後我們警犬 可能要執行擴大靈檢 然後一些搜索 那他們的體能 就會害我比較大便 所以平常的這些體能訓練 是他們可能每天的 基本訓練這樣子 剛剛的服從都是沒有聲音的 他完全就是看你的肢體語言 就是你用你的肢體語言 跟他做溝通這樣子 然後一方面就是培養他的 就是我跟他的默契 還有就是服從的目的 就是訓練他的穩定度 體能訓練 服從訓練 還有各種模擬演習 包括尋找炸藥 進去 進去 像這種大型球場的這種賽事 這種勤務的時候 可能有很多人 然後我們在進行賽前的場景的時候 假設我今天有一個人放到 放了一個就是爆炸的 就是引爆了那個爆裂物在這邊的話 那我們的真爆犬它聞到的時候 它是一個坐下反應 不會廢叫也不會去撞它 因為有一些炸彈你一廢叫 它可能聲控就爆炸了 或是你一頂到 它可能就會爆炸 那因為今天我們是用一個 模擬的情境 所以我們待會會把它打開 那你們看一下 可能就是一個一個土製炸彈的樣子 如果真實我真的找到 真爆犬真的做下反應 或是我收到情知的狀況下 我會放神讓真爆犬去找 對 人也不會靠近 當它一做反應 這邊所有的人員都撤離 我們就請我們的真武大隊 或是那個防暴小組 來進行做菜單的動作 現在所有的儀器 沒有任何一種東西 可以取代大自然的力量 就是狗的鼻子 在狗的知識裡面 狗的那個記憶裡面 你要必須讓它不斷地去疊很多東西 因為氣味的氣太多長 同樣一個炸藥裡面 它可能有很多的成分 它必須要去記 它記出來以後 再去再去 再去翻開 各種的不同的東西 請出特種搜救隊的資深教官 周聰吉協助訓練 林犬園也有霹靂小組的特警 聯合打造實力堅強的隊伍 讓市民的安全更有保障 多一點觀察 多一點傾聽 生活中肯定會出現美好的變化 感謝您收看 我是白鑫怡 我們下次再見 punished ibo submission 所謂 合襲